阿 米 陀 佛 阿 米 陀 佛 阿 米 陀 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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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作为同修 先开注解四百三十五页 四百三十五页 请看到数第二行 我若正得无上菩提 成正觉宜 所居佛操 具足无量 不可思议 功德庄严 这是一段 这段经文是总说 下面再解释 首四句 总括全部大院 所以这段经文就包括什么 下面的四十八大院 愿我成佛实 所居之佛操 具足无量 圣妙功德 具足无量 清净庄严 库里面给我们解释 无量 是无法 以数量来表示 底下进一步的来说明 具足者圆满也 具足是圆满的意思 圆是没有欠缺 满是没有任何遗漏 可见得 这个五节时间的考察 法藏菩萨 他非常的细心 非常慎重 认真的选择 最后成就了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个大道场 提供一些众生 到那边修行成佛 哪些人 是与极乐世界有缘呢 就是对于这个法门 能信 能愿 肯念佛的众生 真正做到本经所讲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说的简单 四个字 信 愿 持明 这就是跟极乐世界有缘 跟阿弥陀佛有缘 周边寒寿 无欠无语 故云 具足 所具功德与庄严 皆不可思议 超情离境 非思量分别之所能知 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表 古曰 不可思议 那这个境界就不是我们凡夫 所能够想象的 他们是赞叹四十八愿的 愿愿功德都不可思议 所谓的超情离境 超时超越 情是情时 离是远离 见是见解 的的确确 四十八愿真正超越了凡夫的情见 同时也超越了三圣 超越了大圣 三圣是指的身文言诀菩萨 也包括呢 下面所讲的 超越大圣 那这就超越了十报专言图里面的菩萨 所以它是达到了究竟圆满 因此它不是我们思量分别所能够知道的 也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够表达的 说说不出来 想也想不出来 为什么都达不到 华严经读明 事事无碍之不可思议境界 事事无碍不可思议 华严经上有 讲到四种碍 华严经上说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讲到圆满 透彻 妙的是 华严经上有的 无量寿经上也看到 弥陀经上也见到 一朵相及 小大相容 广辖自在 言处同时 重重无尽 圆明 俱德等等 这些境界的都是我们现在凡夫 所无法测度 一极是多 多极是一 一多不二 这是真的 这些都在大圣法里面常常讲 所以大圣的修学 跟世间的理念不相同 方法不一样 世间人主张广学多文 摄取知识 大圣法不是这样子 大圣法教我们大家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旧一部经 一个方法 一直寻修下去 时间久了 就会得定 所谓的得三昧 遵守 古圣先贤老祖宗的方法 这个叫做持戒 守规矩 守得住 心就定下来 就自然 置心一处 心旨在一处 脚脚之 它就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见性之后 以前没有学过的其他的东西 全都通 所以佛门有句话说 一步经通 步步经通 一个法门通 其他法门全都通它 因此 一步经通了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四十九年 所有经法都通了 甚至呢 十方三世诸佛所讲的经法 你也全都通它 千经万论 无量法门 无非是帮助我们大家放下烦恼稀奇的 放下起心动念 放下分别执着 金正圣常讲 放下见识烦恼 放下沉沙烦恼 无明烦恼 放得越多 你的境界就越高 到最后呢 你就圆满做佛了 其实每个方法呢 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目的是一样 所以叫做 法门平等 无有高想 一多相及 小大相容 这种现象 现在科学家呢 也发现到 只是他讲的没有佛那么透彻 科学家通过仪器的观察 找到了物质的最小的部分 他们称之为微中子 这个微中子 非常的细小 相当于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 这么小的一个物体 包含三千大千世界 包含了整个宇宙 佛法不讲微中子 佛法讲极微色 或者讲极微之微 说法不一样 意识相同 那么佛法比科学家讲的还要精妙 这个微中子里面有无量的宇宙 有没有人可以进到这个里面去呢 可以的 谁呢 普贤菩萨就可以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有无量无边的极微色 有无量无边的微中子 因此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也是蛮复杂的 佛在给我们讲一个事实 近虚空变法界跟我们是一体的 这个在大圣经里面呢 经常都有提到 所以佛菩萨的慈悲心是平等的 没有高下 这八个字呢 我们都讲得非常好 详之则为十玄妙门 十玄门 我们在前面的玄义里面已经学习过了 这是华严经的特色 念老给我们指出 无量寿经也圆满具足十玄门 所以 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 只是华严经分量大 说的详细 本经文字少 说的简单 但是内容呢 完全相同 它真的是不争不见 因此 古大德称之为 中本华严 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 您把无量寿经 抓住了 就等于抓住了 华严经的纲领 华严经的全体 就在四十八院 四十八院就在这一句符号 从这里 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体会到 符号功德不可思议 正因为它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应该要很认真的念这句符号 念这句符号的目的何在呢 就是为了要积功累得 积累无量无边 供养一切诸佛的功德 念这句符号 就能够成功 就能够做得到 从现在起 我们要用真心来过日子 用真心来生活 修行 处事待人节目 都用真心 没有任何虚伪 没有自私自利 我们念念都是为了一切众生而设想 说实在来 为众生 其实也是为自己 因为自他不二 从从无尽 这是中国古人所讲的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这就把一切法都圆满地改阔在其中 今经阿弥陀佛 即是皮鲁舟那如来 极乐净土 何以华藏世界 本经所说的阿弥陀佛 就是环境上所讲的 皮鲁舟那如来 皮鲁舟那如来是法身佛 皮鲁舟那翻成中文是 变一切粗 皮鲁舟那没有形象 它不是物质现象 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它是变一切实 变一切粗 它是一切法的本体 一切法由它而生 从它而灭 生灭都没有离开它 为什么会有生灭呢 缘不一样 缘分不一样 所谓缘生则现 缘灭则极 因此它是清净极灭的 而这个缘也不是真的 所以它的生灭是假的 生灭就是整个宇宙 阿弥陀佛就是 皮鲁舟那如来 极乐世界就是滑胀世界 极乐世界没有离开滑胀世界 它是滑胀世界的精华之初 滑胀世界也没有离开极乐世界 所以它们是一不是二 因此您升到极乐世界 也等于升到滑胀世界 我们要是不经过极乐世界 到滑胀世界 那就太难太难了 滑胀世界怎么才能够去呢 必须要修到明心见信 见信成佛 阿弥陀佛才能够升到滑胀世界 因此 我们体会到之后 对阿弥陀佛 对释迦牟尼佛 要申请感恩之行 怎么样感恩呢 信愿持名求生净土 就是报阿弥陀佛的恩 也是报释迦牟尼佛的恩 也是报释迦牟尼佛的恩 从这里我们就明白 这部无量寿经的价值 跟分量太大太大了 所以这部经搞得越清楚 恭敬心就越大 欢喜心就越强烈 因此我们会越来越认真地 学习这部经 学习这个法门 希望大家这一生 都能够有殊胜无比的成就 极乐世界的依报 正报 具体是 事实外不可思议境界 在极乐世界 正报是身体 依报是环境 身体上 环境上 点点滴滴 都是事实外的境界 点点滴滴 都具足 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 佛在观经里面 给我们举了个例子 这是讲阿弥陀佛的报声 我们无法想象 所谓的八万四千像 每一个像有八万四千好 每一个好有 放八万四千光 每一道光里面有佛 菩萨 在教化众生 从这里我们就晓得 那是个什么世界 阿弥陀佛是这样的一个身像 每一个生到那边的大众 也都如此 所以我们知道基督世界这么美好 应该要好好念佛 早点去基督世界 在这个时间呢 最重要的一桩大事 就是指示名号 求生净土 因为道德那边呢 样样都达到圆满 所以啊 世事不可思议境界 以远距无尽悬门 故曰 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 由于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 才能够呢 普度一切众生 所以啊 就像底下所讲的 故能令众生 闻名得福 闻名发心 十年必生 静灯不退 这最后一集太了不起了 为什么 静灯不退 静就是直接 简单来说 生到基督世界 决定一生 正得无上佛果 我们这一生 可以说是福保真的现前 这个缘分是无比稀有难得 我们再一次碰到 碰到之后呢 一定要认真的 称灵彼多米好 求生净土世界 福以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庄严 故万物严静 穷为极妙 这个不可思议的庄严实际上就是功德 功德显发在外面 就是庄严 极度世界的一切万物都是严静的 严是美好 静是清净无染 所以那是什么世界 清净的世界 穷为极妙 这四个字来形容 严静 穷是穷尽 微是微妙 微妙到极处 无法想象 这都是讲到基督世界的真实状况 而且光阴如镜 这是把一面插得很干净的镜子 来做比喻 在那边 所有万物都可以放光 不但能够放光 也有了反射光 照出去还能够照进来 侧照十方 极度世界的光明 变造一切诸佛诈徒 包括我们这个地球 处光安乐 构灭善生 这是讲到极度世界 光明的得用 极度世界一正的光明 我们这里有没有呢 当然有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接触不到呢 是因为我们身心的染污 太严重了 所以佛光照在我们身上 我们感受不到 不是佛部加持 是我们自己有业障 因此我们必须要把业障消除 就能够感受到 其实大家修学佛法这么多年 多多少少呢 有一点体会 对于无量寿经 对于净土法门 信心越来越强 怨心越来越大 这个感受就越发明显 我们也发现自己 好像今年比去年更加聪明了 更加有智慧了 这就是佛光的加持 请问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比去年聪明了 你可说老实话 不能够骗佛 真正用功的人呢 他越来越有智慧了 构灭善生 这个构是染污 染污呢 越来越少了 构灭 自私自利的念头越来越淡了 明文立昂的想法呢 也越来越淡薄了 一切都淡薄 当年诸葛亮先生就讲了 淡薄以明知 以前呢 还有一些想法 现在呢 都不想了 我们想的越少 那个佛光的加持就越来越大 人呢 就越来越有智慧 对于极乐世界呢 他就越来越相信 就越来越想去 读物量寿经 欲罢无能不能 听这个注节 也欲罢无不得 念这句佛号呢 念念相续不断 我们可要知道 只要这句佛号一中断 那这个当中就会有善 有恶 掺杂了 也就是讲了 佛号一间断 又要造六道轮回业 刚刚不是提到吗 我们去极乐世界 是待业往生的 只能够带旧业去 不能够再带新业去 那些凡是功夫成就的人 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一天到晚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一直保持到临终的时候 断气的时候 还是这句佛号 成功了 走的时候呢 跟别人挥挥手 笑眯眯的就离开了 齐乡普心十方世界 众生闻者皆修佛行 见菩提树正无生人 这次讲到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的微妙 在极乐国土 万物都有光 万物也有香气 我们这边有没有香气呢 也有 但是不多 我们这边香气 你看那些花呢 开放的时候 有一种香气 可是它不能够保持长久啊 过上一段时间呢 它味道就变了 不像极乐世界的宝香 到处都可以闻到 而且那个味道呢 越闻越舒服 越闻烦恼越轻 闻着闻着就开悟了 这是我们这边的香啊 没办法比的 大家闻到这个香之后啊 皆修佛行 大家看哦 不是一般的行哦 是佛行 也就是 度众生成佛道 每一个菩萨都是这样子想 这样子做的 所以在那边呢 菩萨时时处处都在断焚恼 增长自己的福慧 不但自立 也能随缘帮助一些有缘大众 见菩提树正无声忍 六根 只用一个眼睛来做代表 其实也包括其他的五根 我们五根建到菩提树 就能够帮助自己成就 道业 当年释迦牟尼佛 在印度 三十岁 视线成道 是坐在菩提树下 其实那棵树啊 本来不叫菩提树 它应该叫什么树呢 碧波罗树 只是佛在那里 阅读明星 大彻大悟 他坐在树底下嘛 是这样子的 所以后人呢 就称这个树呢 为菩提树 请问佛可不可以在别的树底下 打坐成佛呢 也可以啊 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 在极乐国土呢 见到菩提树 闻到菩提树 藏到菩提树 接触到菩提树 都能够挣得无声忍 这个三种忍呢 我们留在后面呢 再来详细解释 妙显极乐世界 一尘一毛 西街 圆明俱德 从这些例子 告诉我们 在极乐国土 一报正报都圆满 具足万德 一尘 这是一报里面最小的 一毛 是正报里面最小的 这个毛啊 就是我们寒毛的尖端 在极乐国土呢 一报正报都是圆满 光明 具足无量功德 在那个国土 只讲解释世界 它是法信徒 它是没有任何妨碍 小大相容 一尘一毛里面有什么 有尽虚空便法界 大能荣小 我们能够接受 小可不可以荣大呢 也可以 可是一般人呢 对这个小能够荣大 他不太容易理解 没关系 升到极乐世界 您自然就知道 华音经上 都给我们讲到这个现象 一毛一尘是信德 虚空法界也是信德 信德跟信德是平等的 没有大小 没有先后 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 没有大小就是没有空间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现在呢 还无法想象 佛明明教我们大家 不要想不要说 我们想呢 只会生烦恼 为什么 想不通啊 您所想的都是烦恼 我们既不想它 也不去说它 它就怎么样呢 它就圆满地陷在我们面前 中文讲嘛 开口便错 动念即乖 乖就是违背的意思 一开口就错了 动念就错了 不但动念不可以 连开口了也不行了 所以修学佛法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呢 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 不要起心动念 等到心如如不动 这个实实真相 就会陷在我们每个众生的眼前 到那个时候 您对佛所讲的这些种种微妙的境界 全都通达 心越清净 所看到的境界 就越发得殊胜 所以法生菩萨所见到的境界 远远超过身为原权 我们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 很喜欢想 很喜欢说 你看我们跟别人讲话 一般都说什么 我想 我的看法 我的意见 请问佛有没有意见呢 佛没有意见呢 我们呢 这个错误念头就是阿勒耶 那法生菩萨呢 把这个八十都转成四致 所以他所有的障难 全都化解掉 没有了障难 智慧德能 向好 道理神通等等 全都恢复过来 请问 这些东西是谁在障碍 全是自己啊 我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不听佛的话 还自以为是 吃得大亏呀 下面再总结了 是以 此四句 列与愿首 因为这个缘故呢 愿文一开端 先说出这四句话 他表什么呢 表演一下 一个愿莫不如是 一只愿皆是为众生 一只愿皆是弥陀本妙明星之显现 一只事项皆是清静聚 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 融成了一体 每一个愿就是一切愿 一切愿就是一愿 所谓的一多不二 一多相容 西皆原名俱等 阿弥陀佛经历五节的修行 结成了大愿 这些大愿都是为众生而发的 尤其是为六道凡夫而生的 上面 这叫六道之上的 上面还有三圣 一直到等觉菩萨 度这些圣人 那是附带的 不管是凡夫还是圣人 都是一生成就 肃正无上菩提 所以呢 愿愿都是阿弥陀佛本妙明星的显现 而这个本妙明星 我们现在人凡夫还见不到 从本妙明星流露出四十八愿 这是讲阿弥陀佛 本妙明星没有形象 而变成四十八愿呢 就有形有相了 我们就能够见到 就能够听到 四十八愿变成极乐世界的 一报正报 让我们六根 统统都能够体会到 这个等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你统统都能够 全都看到 接触到 那还是有些佛友呢 他念佛功夫不错 在往生之前呢 他也见到了极乐世界 像我们所知道的 禁宗出主 会大事 人家在往生之前 他就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 所以这是事实啊 一知事相皆是清净具 这是往生论里面所讲的 清净具就是一法具 就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也就是这一句 阿弥陀佛 这个说法我们会经常讲 至少要讲上个一二十遍 所以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这前面几句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下面就解释了 我是阿弥陀佛自称 没有成佛之前呢 是法藏菩萨 他讲我要是能够赠得如来的果味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即究竟成佛 其实呢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究竟成佛 事实我所住持之佛徒 这个佛徒啊 用现代的话来说 是道场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基督世界 不是天堂 它比天堂呢 还要殊胜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经上讲的 我们升到基督世界 通通都是阿弥陀志不上 不管您是哪一道雀的 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品位雀 升到那边 全都是阿弥陀志不上 都是原教八地 这么高的菩萨 结尾 为什么说 进度法门是男性之法 这也是一个男性的地方 您查一查大证经 哪一部经上说 升到某个佛国 是八地菩萨 没听过 升到华上世界 原教出足不上 然后呢 再慢慢地修 很辛苦 时间很长 那我们进度中 所修学的理论一句 是观无量 修佛经里面 所讲的两句 实行是佛 实行做佛 既然大家本来是佛 怎么可能不成佛呢 当然能够 可是我们在别的佛陀里面 没有这个圆 那极乐世界这个圆呢 非常特殊 这个圆是阿弥陀佛造成的 他给我们大家做真上圆 四种圆里面 轻因缘 大家都有 这个轻因缘就是 是心是佛 大家本来是佛 所远远 是我们念念都想成佛 第四个是无见缘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 就是想到基督世界去做佛 到了基督世界 阿弥陀佛就能够快速帮助我们成佛 为什么说快速成佛 因为那个环境太好了 好到我们大家没法是想象 就说几庄一般凡夫可以体会到了吧 到那边有什么好处呢 您进到讲堂听经咯 不会听着听着肚子饿了 不会的 听着听着也不会感觉到累了 不像我们呢 我们在这讲堂里面天课 会不会肚子饿呢 假如我们有虚闹和尚的功夫就好了 一入定 一两个星期 半个月 那太好了 你想想看 这八十亿人口 大家如果都有那么深的定功 那这个粮食危机就没有了 一个月吃两顿就好了 对不对 初一十五 各吃一顿嘛 农民也不需要那么辛苦嘛 接着世界呢 一顿都不用吃 一粒米都不用吃 一滴水都不用喝 不疲不累 所以在那边修学非常快速 因此讲到他那个环境呢 真的称得上是 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 以上数据 总表极乐世界之微妙殊胜 总于第一院首宣说之 以下则分序四十八院各个内容 在第一院里面呢 先给我们说这四句经文 经文分为二十四章 就是二十四个段落 下面呢就来一个一个的细讲 这个底下经文呢 分为十一段 第一段呢是讲到国土书庙 我们来看 这个第一院 第六品的第一院 吾有地狱 恶鬼禽兽冤飞 如动之泪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在结束世界 没有三恶道 其实呢 没有三恶道的世界 很多 您觉得有三恶道好还是不好 有人就跟我们讲嘛 哎呀 这个家里面呢 像这个被子啊 这些衣服啊 长时间没有穿了 没有用了 再把它拿出来之后就发现什么呢 这个被子衣服里面有那些蟑螂 产的那些卵 蟑螂 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下了个卵 他不晓得怎么处理 你看 有了这些众生 跟我们住在一起啊 就会有种种的困扰 而结束世界呢 没有这样的形象 下明 以下说明 我此佛刹中 无有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 括弧里面讲 这个三恶道 经中常以情受冤妃如动之类 表畜生道 地狱 这是中文 是汉语 它的梵语呢 叫做 那罗加 或者叫做 尼尼 把它翻成中文叫做 地狱 摄大圣论 摄大圣论 因应 曰 此意有思 这个地狱啊 有四个意思 第一个 不可乐 也就是想在这个地方呢 众生是没有快乐的 那既然没有乐 只有什么 只有苦 第二个 不可救济 躲在地狱里面的众生 他那个个性特别的顽固啊 不肯回头啊 所以这样的人很难救 那他不肯接受佛陀的教诲 他就要接着受苦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度众生难不难啊 特别难啊 我们先不要说 度那个地狱里面的众生难 度人难不难啊 是不是 人是善道的 你看现在地球八十亿人 几个人在学佛呢 今天在同工吧 几个人愿意来天天读目量寿经呢 太少太少 众生在地狱里面呢 很难处理 除了他自己的 那个成见很深之外 还有一个麻烦 就是他在地狱里面的 冤亲债主太多了 为什么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环境里面呢 别的众生不让他出去啊 你想要离开地狱 你想要到人道去 想得美 我讨债还没讨完呢 你凭什么走啊 不让你走 哎呀 这个事实都在告诉我们啊 我们在人道的时候 千万不能够跟人家结怨 不能够跟人家呢 把关系给弄僵了 如果变成冤家对头 那麻烦了 以后呢 他就会障碍我们 不让我们呢 伸到善道去 地狱的第三个意思 就是暗明 这是讲 在这种场所里面呢 一片黑暗 那地狱里面有没有火光的地方呢 也有 地狱呢也叫做火土 那大多数地狱啊 可以讲 那真的是非常黑暗 我们下面会简单说一下 还有第四个意思 就是地狱 那么这是讲 这个牢狱呢 是在地底下 经经言地狱 乃其中之一意 说他地狱呢 是其中一个意思 菩萨论曰 占卜周下过五百余善浪 乃有其欲 这叫南占卜周 这叫我们这个世界 在地底下 过五百余善那 这个余善那就是游巡 印度呢 他们这个单位啊 跟我们中国人说的不一样 游巡有三种说法 就像底下所讲的 维摩金照注云 上游巡六十里 中游巡五十里 下游巡四十里 深造大师啊 给维摩金做这个注解 里面就解释 大游巡大游巡 大游巡中游巡小游巡 古时候的这一个长度呢 跟我们现在啊 还是有蛮大差异的 还是有蛮大差异的 在近代有一位绿宗高生 弘一大师 他曾经有一个著作叫做 绿学三十三种 里面就有一篇文章 周巡考 这是做考古的 他考证了 周巡时候的一尺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六寸 就差不多一半 稍微多一点的六寸 所以说呢 那个六十里啊 那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么长 那就少了很多了 念老在下面解释 故常言地狱 地狱在地下也 这是一种说法 在地底下 但因知者 我们应该要知道 地狱不仅在地下 祸在山间 祸大海边 旷野 树下空中 皆有其遇 哎哟 这就我们无法想象了 这是什么意思 到处都有啊 其实地狱怎么来的呢 佛讲一个最主要原因 发脾气 就会变成这个果报 几乎大家今天早上醒来 到现在有没有发脾气啊 不要那么快点头啊 没有发 没有发 什么叫没有发 没有瞪人家眼睛 心里面没有不高兴 这个叫做不发脾气 如果生的闷气 那也算是什么 发脾气 所以发脾气呢 是造就地狱最主要的因素 佛劝我们大家要灭除贪嗔痴 总之地狱有三类 第一种 根本地狱 来八大地狱 即八寒地狱 八大地狱对八寒而言 一名八热地狱 这是讲八寒八热地狱 下面还是讲我们这个世界 占卜州地下五百游旋 有地狱 名为等活 在我们这个南战部州地下 五百游旋的地方 有地狱 叫什么地狱呢 等活 其实说句老实话 我们这个地狱 我们这个地球 是不是很危险的一个地球啊 很危险啊 不要说别的 我们这个澳洲 几年前看了一篇报道 澳洲从昆士南外面海岸线 一直到墨本 近海的 这个海底下面 都有好多海底超级火山 海下面 海水下面 一旦这些海底的火山喷发 那就不得了 在路面上有一个超级火山 是在美国 加州吧 那个黄石公园 不想大家去过 是不是在加州啊 要查一下 黄石公园 这是很有名的 你看我们这个地球啊 真的很多地方啊 火山口 不熟 这个地狱怎么样呢 从事 是依次而下之第八玉 从上往下 排到第八个 排到第八个 叫做无间地狱 这个无间地狱是在最深的地方 此八玉乃层层树立则也 所以这八个地狱是竖着排列的 一层一层往下 根据这个据色论 还有呢 监考大论 这个大论就是大制度论 也给我们介绍地狱 下面一个个来简单做一个说明 第一 等活地狱 笔中罪人过种种着刺魔倒 苦极生死 然冷风吹之 疲肉还生 等于前活 原来等活是这个意思 到了这个地方啊 众生就苦了 被刀割 被斧头劈 被石头来磨它 撞它 刺它 它死去之后呢 痛苦的死去之后 身体都被切割 分开好多碎片 可是里面有这个冷风啊 夜风一吹它这个肢结 马上呢 它又身体恢复原氧 自动地恢复原氧 恢复原氧之后呢 接着再受折磨 很难受 所以堕到这个地方的众生 它怎么想啊 赶快出去啊 第二个呢 叫做黑神地狱 先以黑神服务罪人之体 而后斩锯 这说用一条滚烫的黑铁绳 把这个罪人呢 绑住 绑在这个铁窗上面 然后怎么样呢 用那个铁锯子来锯他的身体 这都是很痛苦的 其实这种情况啊 我们想象一下都蛮可怕的 第三个叫众和地狱 这是越来越可怕了 这个众是说有很多种不同的形距 不是只有一种啊 很多种 众多苦惧 惧来逼生 何党相害 众生多到这个地方 那有其他的冤亲在住 就来折磨他 要么就打他的头 要么都砍他的身体 太可怕了 苦不堪言了 第四个叫豪叫地狱 必欲众苦发悲好怨叫之声 我们先不要说 这个地狱里面有这样的恶报 就是说在这个监狱里面 现在的监狱没有这种事情 古时候的监狱 大家如果看古装戏啊 你看这个县官在审案子的时候 那个罪犯不老实 他不肯交代 县官怎么说 上行 是不是啊 就在大堂之上 两边的牙医就来折磨这一个囚犯 非要他说出真话来也不可 你看人在被受刑的时候 就很难受啊 那更何瓜子在地狱里面 好脚顶 第五个呢更加难受 叫大脚地狱 比于聚苦更发大哭声 十多年前有三个同修发达性 从大章记里面收集了二十五种经论 介绍这个地狱 这个书呢 师父上能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称 诸金 佛说 地狱极耀 如果以后啊 有会画画的同修 他有这方面的天才的话呢 最好是能够依据啊 这本书 再画一下地狱变相图 看了这个变相图呢 人就不敢遭恶业了 第六个地狱 更加痛苦 炎热地狱 火谁生起 炎赤周围 苦热难堪 你看 这个地方是一片火海啊 换句话说 这个众生堕到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活活被烧死 可是烧死之后怎么样呢 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是千生万死啊 先不要说地狱里面的温度很高 我们就说人道好了 听说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它的温度是三千度 一旦爆炸 你看在这个地方 人而躲到哪里都躲 逃不掉 三千度 先不要说三千度 一百度我们人就受不了了 现在这个温度 如果上升到五十多度 你敢不敢出门呢 现在气候变化越来越不正常 都是人心的不善导致的 第七个叫做什么呢 这前面已经叫炎热地狱了 很难受了 第七个更可怕 叫大热地狱 热中之急 过于大热 这个知急 就是说达到疾出 众生在这个地方消他的业障 那是多么的可怕 多么的难以忍受 最苦的叫做 无间狱 这是第八个 他呢 受苦无间 无有间心 到这个地方受苦 那是一分一秒都没有间断的 别的地方还有一点喘气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叫做无间 没有间断 一般无间呢 讲无种无间 第一个叫做去果无间 去就是去向 是说这个人死了之后 他的神是直接从他的脚底出去 就堕到无间地 第二个无间呢 叫做受苦无间 他跺到这个地狱里面 受苦报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 一直到他离开的时候 第三个叫十无间 这叫时间呢 一劫之间 相续而不间断 第四个叫做命无间 他跺到地狱里面呢 一劫之间 受命没有中断 第五无叫身行无间 那地狱多大呢 我们讲高宽长 八万四千有血 那众生呢 就感觉到他的身体啊 地狱多大 他的身体就多大 塞得满满满的 每一个部位都在受苦 也许我们会问了 什么原因导致大家跺到这个地狱里面去呢 佛经上讲 无逆是恶 无逆罪 有好多种说法 最通常的说法就是 杀父害母 杀阿罗汉 出佛生血 破何何生 越往后面去 那个罪报越重 现在这个时代 伤害父母的事情 有没有发生 我们比较少 接触到这些媒体 不过呢 所听到的信息啊 那比以前是多很多 阿罗汉呢 一般人呢 没这么大的福报 遇得到 可是有等流罪 什么叫等流罪呢 阿罗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是传播圣贤教育的 因此 我们如果伤害发心 来弘扬传统文化的人 那个罪 就等于伤害阿罗汉 那至于佛 我们就更没有这个机会 常常可以遇到 可是有等流罪 就是破坏 佛像 破坏经书 这个都是很重的罪报 那么如果在僧团里面 不能够跟大家和睦相处 最好怎么样 自己离开 免得呢在里面造啊 破何何生的这个罪业 所以我们大家在道场里面 以前不注意自己嘴 不注意自己的口咽 随便批评人家 毁调拨是非 现在收这个现报了 现实报了 那后报怎么办呢 可能更加恐怖 他如果不肯回头 不肯忏罪的话 麻烦可大着来 后报还等着他来 其实这种事情 我们以前就看过 听过 因此自己的口咽 一定要收好 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你要说话 说什么话最好 说阿弥陀佛最好啊 不要张三长 李四短 讲个不停 手机一打开 偷偷不绝 讲上两三个小时 这都不好 那么好的精神 怎么不拿来念佛呢 不值得 这是讲到八个纵向排列的地狱 那么还有呢 横向排列的 就像底下所讲的 以上八大地狱外 更有八寒冰玉 依次横列 前面所说的八热地狱 是竖着排的 越往下面去 越痛苦 这种情况 朔博世界有 可是在极乐世界的没有 那这个八热地狱是纵向排列 八寒地狱呢 是横走排列的 第一个叫做俄布陀 这是泛语 翻成中文叫做炮 我们中国人叫什么 叫洞窗 大家有没有在北方住过 以前我们小时候在武汉 其实以前小学时候 那武汉蛮冷的 零下十几度 下大雪 所以脚啊 手啊都会有那个洞窗 那么在这个俄布陀地狱里面呢 言寒逼身 体上升泡 就说他这个身体啊 都长满那个洞窗 很痛苦 第二个叫做 黎赤布陀 前面已经是很冷了 这里呢 就更冷了 黎赤布陀翻成中文叫做 极寒 什么叫做极寒呢 也许零下十几度啊 大家还受得了 戴这个帽子 穿这个大衣 大家还受得了 可是如果让您去 零下四五十度的地方 您受不受得了 门都不敢出啊 此地 这讲这个地狱 极寒逼身 体分泡裂也 前面是说 前面那个地狱讲 身上长洞窗嘛 那这个地狱呢 洞窗一个个洞 爆开 裂开 更加痛苦 第三个 更加寒冷 叫做喝啰啰 什么意思呢 寒逼而自口中 所发之颤生 就说冷到怎么样呢 嘴巴哆嗦啊 就发出这种声音了 第四个更冷 叫做阿婆婆 第五个 还要冷 叫做胡虎婆 所以说这个冷啊 赫罗罗算是最轻的 阿婆婆呢 比较重 胡虎婆呢 更加难受 第六个呢 叫做瓦波罗 瓦波罗翻成中文叫做青莲花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这个身上的洞窗啊 爆裂之后 那个样子一打开嘛 好像莲花一样裂开 你看到这个冷啊 就比前面的第五个 还要恐怖 这个地域啊 严寒逼迫身分折裂 如青莲也 还有更加可怕的 第七个 波特魔 翻成中文叫红莲花 红色莲花的样子 身分折裂 如红莲花也 这都是在急冷之下 产生的身体的变化 第八个 这是最冷的 叫做磨合波特罗 中文意思叫什么呢 大红莲花啦 身分折裂如大红莲花也 真的是惨不忍睹 上面讲的十六种地狱 八寒八热地狱 这是属于根本地狱 下面接着介绍呢 静边地狱 孤独地狱 他们的苦难呢 比这个根本地狱呢 要轻一点 好一点 静边就是宁静的意思 因为生到这个地狱里面的众生呢 他的罪业比较轻 所以受的苦呢 就比较 小一点 少一点 所谓的孤独地狱啊 他有的是在海边 有的是在峡谷 或者在没有人烟的地方 讲到孤独地狱 讲到孤独地狱 可能大家还无法想象 这个 怎么会有孤独地狱呢 我们打个比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图文巴 给你一块地 让你去居住 但是这个地呢 把它围起来 一个渣男把它围起来 不让你出去 里面呢 有吃有喝 但是就你一个人待在里面 但是没有电话 没有网络 没有电视 让你看 你就在那个地方里面 就一个人待着 待上一天两天 你还可以 一个礼拜还受得了 待上一年 你受不受得了 有人就受不了 所以在人间的孤独 也是一种苦 那更恶观是在地狱里面 前面是说 第一种根本地狱 第二种呢 就叫做 十六游征地狱 八大地狱中 每一大狱 皆有四门 每一门外 每复征四狱 众生好不容易离开了 无间地狱 可是他还要怎么样呢 穿过小地狱 小地狱 虽然有十六个 但是呢 不需要每一个都通过 只要通过 其中的四个就可以了 因为每一个大地狱 它每一个门呢 外面有四个地狱 你只要经过任何一个门 就可以出去 这个大地狱呢 有四个门 四乘四就是十六个 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讲这个十六游征地狱 大家可以稍后看这个参考资料 可以多了解一点 因此 这里说到八大地狱 何为十六初 十六个地狱 那么十六个地狱呢 又有小地狱 叫做十六初 称为十六游征地狱 八大地狱 合计 共有一百二十八处 一名 禁边地狱 这些禁边地狱啊 就是游征地狱 这是第二大类 下面呢 再说第三种 叫做孤独地狱 它们在哪里呢 在山间 是旷野树下空中 其类无数受苦量 地狱苦国 其罪重处 一日之中八万四千生死 经节无量 看着这样的介绍啊 我们还敢不敢造作地狱重罪呢 不敢的 你看多可怕 多到这些地狱里面 一天当中 要受多少次的生死折磨呢 八万四千次 这里都是讲到啊 苦的果报 下面呢 再来介绍这个因是什么呢 在辅宏记里面说 做上品无利 十二者感知 念了再补充了一句 就是罪及恶利者 也就是讲 他这个十个业造到最重的 无利罪呢 也是最重的 古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当然有 但是少啊 不像现在啊 造作急重恶利罪的人 太多太多了 换句话说 现在人呢 我们就说一个方面好了 他伤害众生 那个手段比古时候 残酷的不晓得多少倍 以前嘛 用那个刀啊 剑啊 那这个杀伤力也是有 但是不像现在 枪炮 导弹 生化武器 这都是恶因远远超过古人 那当然他这个苦报呢 就超过以前的人 所以不读佛经 他就不晓得那个厉害关系 这因为古圣先贤知道啊 恶报不想去送 就不能够造恶因 所以呢 他们在各地都有建三个建筑物 第一个 祠堂 祠堂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提倡孝道 你看 李家 张家 陈家 王家 这百姓 以前讲百姓 其实中国不只是一百姓的 好像加起来有三万多个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祠堂 我们这个道场的佛堂叫做什么 万幸先祖祭天堂 所有老祖宗都在里面 不单有中国人祖宗 还有谁的 还有澳洲人祖宗在里面 我们立个总派会 所以祠堂代表孝道 第二个建筑物呢 叫做孔庙 孔庙代表什么呢 师道 宣传伦理道德 要尊师重道 第三个建筑物叫做城隍庙 它是教我们什么呢 教因果 教报应 所以人到城隍庙里面参观过一次 他就有所警觉了 人不敢造作恶业 我们也希望在图妈这个地方以后 如果能够建 这个祠堂 孔庙 城隍庙就很好的 为什么呢 教我们呢 要重视伦理道德因果 这个看以后的因缘 如果众生有这个福报 这些建筑物呢 都会陆陆续续的起建 让有缘的人呢 去参观 去学习 末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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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